企業女壘聯賽 邁入第三週賽程 目前戰局第二的凱撒勇士 要碰上戰機吊車尾的威格爆 果然勇士們一局上就展開猛攻 滿累情況下 第七棒的石敬平 一棒敲出左外野落點巧妙的 平非安打 一口氣清光雷包 帶領勇士這個半局狂攻了四分 三局上半再接再厲 靠的還是石敬平 得點圈友人情況下 這一棒把小白球送往中外野大空檔 呼送雷尚隊友回來沒問題 再下一程 包含石敬平一人貢獻四分打點在內 凱撒勇士已經把領先擴大到了六比一 反觀威格爆這邊 整場比賽受到凱撒 先發投手楊敏珍壓制 全場雖然擊出六支安打 卻都沒能有效串聯 只能眼睜睜看凱撒勇士 以七比二帶走勝利 至於下午登場的比賽 同樣也是一面倒 南投因交手北施大雄贊 火力全開 一次保送一支安打攻占一二壘 第三棒的第四師毫不客氣 擊出左外野車不邊安打 把雷上兩位跑者統統送回來 南投因率先打破鴨蛋 下一棒的江慧娟不甘示弱 大棒一回把小白球送往中外野方向 很高很遠出去囉 兩分打點全雷打 幫助南投因把領先擴大到四分差 來到四局上半 還是要看這兩個人表演 李思思這次直接把小白球 送出左外野大牆 兩分全雷打擴大領先 而投手球上的吳佩璇 危機還沒完 因為下一棒的江慧娟又來囉 單場雙翔炮 這個半局南投因又一舉攻下四分 儘管北施大在比賽後段 一度追到兩分差 但凡撲後繼無力 中場南投因八比六擊敗北施大雄贊 三勝一敗戰機繼續穩坐龍頭 非常可惜 Rat TV新聞綜合報導 好可惜 好可惜 谢谢大家